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5月21日 今天收看了网络上报道的 有关全国政协会议召开的这个消息 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是主席台上就座的人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 王沪宁 赵乐际 韩正 王岐山等 在主席台上就座 祝贺大会召开 这都是官话套话 按照这个职务的大小 排开了座辞 但是最令人关注的是谁呢 王岐山 因为王岐山海外的网站上 经常有消息 报道王岐山或者是生病 住院 或者是和习近平反目为仇 等等等等 为什么有看点呢 就是因为王岐山主导这个十八大以来 反腐败 打掉了这个宗祖部管的大老虎 数百名 力度非常大 得罪了一大批人 因为你打掉一个老虎 老虎本身 都有一些下边的那些追随者 都是一些圈子 中共这个决策层 特别是中南海这些高官 也包括地方一些丰江大历 那都有一些人事圈子 群带关系 上级任命下级 任命之后下级就要感恩上级 这样就形成一些利益集团 所以你抓捕一个官员 就得罪一大批 那当然了 在现有的体制下 他们即使是不满的话 很难就是说搞事 但是他们会尽他们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动员他们这个生活圈子的一些关系 这个明正暗斗 所以说海外网站上 经常出现一些王岐山的这个丑闻 这个如果涉及到腐败的问题 我认为有一些很可能是靠服的 你不能说都是虚构 但是也不能说全是真实 真正假假鱼龙混杂 情况非常的复杂 所以说人们接受 从这个接受这个角度来讲 也是很难确定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是真实 有多少是假的 但是至少有一点 由于这次主席台这个作词 排列很清楚 而且电视画面也显示了 那就证明到目前为止还健在 有的传说是幻肃 有的说是病如膏肓 有的说是习近平就把它拿下 等等 但现在看来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拿下 让他在这个主席台上这个救作 排到最后就八常委 就国家副主席 也算是习近平给了他一个保护伞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位置的话 一推到底 那有可能 因为自己又把你抓在对立派手里 人家反共倒算 很可能 最后自己也被 这个 打入这个大牢都有可能 到目前为止 你也不能说他是完全安全的 所以这也非常诡异 那么至少看来 这个在这个中共的政治舞台上 还会再表演一段时间 到底这个应对目前这种 美国索赔问责 这种形式 这个中美贸易战升级为 这个科技战 金融战 然后有可能在南海 导致军事冲突 能不能引起中共这个 这个专制统治的崩塌 这也是未来的一个悬念 将来在这个列变当中 扮演什么交涉 这就很难说 再加上 这个毕竟年始已高了 古习自然 这个年龄不少人 我都有感觉 有的时候出去散步走一走 时间久了 腰酸背腾 力不从心了 虽然是想法很大 但是实际上有些事情 已经是精力跟不上了 所以说 看看这些 因为中共的领导人 都搞得很神秘兮兮 不像美国这个政坛 美国政坛 我每天都看这些 这个白宫新发布会啊 这个现场直播 都能看到川普啊 还有白宫这个内阁开会 都能看到 非常透明 两党呢 斗的是一塌糊涂啊 也是 这个非常激烈 但是都是 在线在桌面上 一眼看穿 那中共就不行了 你只有借助这些 这些细微的动作啊 我认为这是一个看点 就是 王岐山 那么 还有一点就是 王岐山现在出现了 那就证明 任志强这个任大炮的案子 并没有影响 从表面看 还没有影响 习近平和王岐山 这些的关系 那当然还要观察 就是说 在这个蔡奇的主导下 北京市纪委 建策委主导下 那么任志强 骂习近平是跳跳小丑 那么他和王岐山 关系很铁 那下一步 能不能判刑 怎么判刑 判刑以后 会不会 由此就是说 引起习近平和王岐山 这种过去的 接下这种啊 这个政治盟友的 关系 有没有影响 还有 有待观察 这是一个问题 再看另一个 另一组人马 就在主席上 就做的还有 这也很值得研究啊 因为中共这个 它是一个官本位的 这样一个 一个集团啊 特别重视啊 就排名一个作词 本人在上世纪 做这个记者的时候 经常和官员打交道 不是我吹牛 就是像我这样的 深刻 密切 这个和这个地方官员啊 就是有联系的 这个 我算是其中一个吧 不能说 不敢说是最多 比较多的 你看辽宁省 吉林省 很容易讲省 东北三省 管员啊 从基层的党自卫书记 乡长 村长 一直到的省委书记 省长 可以这样讲吗 都接触 大部分接触 比较了解 你看他们开会的时候 谁坐在什么位置 随先进去 那都是非常严格的 你稍有不慎 就是说 如果越急 说是不懂礼貌 或者是不讲究啊 就因为 有的时候就因为 作词的事情 排序的问题啊 都会影响 官场的 就是关系 他们很看重这 因为他们不是民学呢 都是他们上级人民 所以特别计较这些 计划算帖小事 那么你看 主席量就做的 还有呢 丁薛祥 王臣 刘鹤 徐其亮 孙春兰 除了王岐山 就孙春兰 这个更引人注目了 你看 我查阅了以前 第十三届国务院 2018年3月19日公布的 国务院总理是李克强的 副总理的排序是怎么排的呢 官方排的 韩正 孙春兰 胡春华 刘鹤 刘鹤是排到副总理 最后一位啊 按照官方原先的排辞 你看这次 这次呢 丁薛祥 王臣 刘鹤 刘鹤 踢到第三位了 排到须其亮 居委副主席的 这个前面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 习近平啊 用人就是 因人为弃 他为什么 2012年上来以后 道谢为止 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搞的是 鸡飞狗跳一塌糊 几乎没有亮点 亮点也就是 脱贫攻击也算是亮点 在我看来 公正的家 他也下了一番功夫 做的还算 还算可以 其他的工作 都搞得一步是出 全是大的倒退 那么刘鹤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 中美贸易战 达到今天这个程度 谁都看到了 我多次批评过 你看 他工作做的不太好 但是呢 现在位置反倒放到 孙春兰前了 其实孙春兰应该是 最实力下汉马功劳 是旧家的英雄 东北老大王 这个阴盛阳帅 中南海的 这些男子汉 没有一个有孙春兰的勇气 可以这样讲 敬业精神 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泛兰兹出的时候 从大年初三 一直干到27号 刚刚回来 又转战黑龙江基地 真是不怕牺牲 如果说有一个 这个政治局当中 可以这样讲 算找一个防疫英雄的话 那就是孙春兰 但是你看他现在这个结果 待会会讲 那时候排序 反倒排到了刘鹤 后面 刘鹤这个 根本都不敢到武汉去 你看习近平就在北京 视察的 刘鹤带着口罩出现 这说明是怕死 胆怯 没有勇气 这样的人他放到身管 为什么 习近平信任他 为什么排到前面 我估计 还是准备好了将来 接替李克强 他的这个 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我认为 恐怕没有这个 机会了 总共政权到现在 为这次走下了 碎落了 已经无济于事了 这是一种想象 习近平一种想象 为什么我说他 习近平 总是倒着来 认知有问题 真的 你看这个孙孙兰 但是孙孙兰也有一些 这个变化 排在后面的人 你看他排到李希 李强 李鸿忠 这些人前面 张又霞等等 胡春华最倒霉 胡春华排到了 陈明儿 后来 你也可以看着 一些所思所思 还是对胡春华 非常意志 非常警惕 进行打压 几点往后排 排身化他上来 其实胡春华是 履历比较非常完整 这个又是比较能干 两次进葬 在内蒙广东 这个都干过 这个了不得 最近也非常活跃 随着李克强势力的增扎 也是非常强势 咄咄逼人的 到处视察 视察了很多的地方 而且最近也跑到 雄安军 新区去挑毛 我曾经发过一个 一个评论 那么你可以看 中共党内全的 目前这个格局 这些非常诡异的一些信息 你不要开始一个排序 这个排序太重要了 一方面是按照官职大小 另一方面按照 这个习近平的 这个 这个喜欢和不喜欢的程度 你虽然是救驾了 表现这么好 这个为我是 这是武汉省 护卫省 护卫省全国省 习近平 自己是全世界都省了 实际上他已经 在全世界打了 败仗了 如果没有孙孙兰 去勇敢去 给他挑着送单 那现在就难以想象 怎么去收场 但是你看孙孙兰 还排到刘鹤 后来 那人家生产心里能高兴吗 党内那些同事们 看了以后 心里能贫 不利于调动大家的记性 所以他就搬着将来 你看发挥作用的话 只能是帮到忙的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探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媒的收看 谢谢再见